我们又做一个实验,好玩的,你可以用一些荔枝来做 你喜欢吃哪样?荔枝,草莓,葡萄,葡萄都可以 今天我平时是用荔枝的,因为荔枝够甜,很多人喜欢吃 我不喜欢吃荔枝,总之你试一下,你很肚饿,你吃荔枝 你吃一个,好吃,吃两个,好味道,吃三个,你都很享受 但是你留意一下,去到第五粒,第七粒,荔枝不同了味道 没有那么甜的,酸了,如果你是吃到第十粒或者以上 是,嗯,不是那么想吃,如果你是吃开荔枝吃很多的 吃到十五粒,二十粒,荔枝完全是,不是开头你吃的那种甜味 你信不信,不信你试一下 好奇怪就是,你等多十分钟,等多十分钟 再吃呢,又是吃一粒,两粒,三粒,四粒 又好像开头一样的哦,开头是很甜,很香的哦 就是这样了,这个实验教训我什么呢,我学到什么呢 多谢你荔枝先,就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是有科学的解释的,我想 是什么呢,我们的口水不同了 这个身体,开头吃荔枝的时候呢 就是很接受了荔枝的,你的大脑呢 就是令到我们很想吃,很想吃 但是吃到这么上下呢,由于口水是改变了 就是口水的成分,组成是不同了 那个大脑是令到,它是用一些激素啊这样呢 去令到我们分泌不同的口水 那我们收到的感觉呢,就会是不同的味道了 就是大脑告诉我们,差不多都够了,不用吃这么多了 那就停了 这个体验呢,对我来说很重要 因为我们吃素啦,我们吃生啦 更加是敏锐了,它跟身体连结的 身体讲很多话给我们听 这个就是原来是其中一种方法来的 明明是同一批荔枝 为什么有时甜,不知有时没那么甜呢 就是有很多的因素的 其中呢,就是我们的口水不同了 我们的身体,告诉我们听 哪些吃多一点,哪些没那么多 有时我吃一磅荔枝,两磅荔枝 仍然觉得这么好吃 就是身体说,对啦,吃啦 就是这样啦 希望刚才我这个分享呢,对你有价值 如果你觉得是对听,对人有价值的 就帮我传开去吧,给更多人听到我们的分享 拜拜,多谢你